寿命与体重有关系 医生提醒人到60岁以后 这样的体重刚刚好 人的寿命与体重竟然有如此紧密的关联 许多人可能并未意识到 体重不仅影响我们的外貌 更对健康和长寿有着深远的影响 尤其是过了60岁以后 体重的变化可能直接关系到 我们的生活质量和寿命 医生们反复强调 在这个年龄段 保持适当的体重至关重要 那么什么样的体重才是刚刚好 体重与寿命的微妙关系 张伯的意外发现 2024年初春 63岁的张伯坐在家中的沙发上 神情复杂的丁卓手中的体检报告 作为一个退休后的美食爱好者 他一直以为自己的微胖身材 是健康的象征 然而这份报告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血脂偏高 中度脂肪干 张伯回想起自己退休后的这三年 他走遍了城市的大街小巷 品尝各种美食 享受着退休生活的悠闲 他的体重也随之慢慢上升 肚子渐渐变大 走路时甚至有些摇晃 但他并不以为意 因为他在网上看到过微胖的老人更长受这样的说法 我的BMI指数不是刚好在合适的范围吗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张伯 这个意外发现让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 也引发了他对体重与寿命关系的深入思考 揭秘微胖更健康的真相 科学研究告诉我们什么 张伯的疑惑并非个例 事实上 关于老年人体重与健康的关系 一直是科学界热议的话题 2023年 一项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的研究引起了广泛关注 这项研究指出 体重保持稳定的老年人更可能长寿 具体来说 相比于体重波动在5%以内的老年人 那些体重减轻5%到10的男性老年人 全因死亡风险增加了33% 而体重减轻超过10%的 风险更是激增至289% 女性也呈现类似趋势 体重减轻5%到10和超过10%的全因死亡风险 分别增加26%和114% 这项研究的结果让张伯感到惊讶 他意识到 自己过去对微胖更健康的理解可能过于简单化了 与此同时 欧洲科学家对数十万名老年人的调查也得出了有趣的结论 他们发现人的寿命和健康呈U型相关 步入老年后 体重过轻或过重都会增加死亡率 而BMR稳定在25左右的老年人生存期最长 这些研究结果为张伯提供了新的视角 他开始明白 关键不在于是否微胖 而在于保持适度和稳定的体重 从数字看健康 理想体重的科学标准 带着这些新的认知 张伯开始认真研究什么才是老年人的理想体重 他发现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老年人的BMI应该在20到26.9KM2之间 而中国高龄老年人体质指数适宜范围与体重管理指南则进一步指出 80岁以上的老年人BMI应保持在22.0到26.9KM2 张伯拿出计算器 仔细计算着 以他1.7米的身高为例 理想体重范围应该在57.8千克到77.74千克之间 他不经苦笑 自己现在的体重已经接近85千克了 显然超出了健康范围 但张伯也注意到 单纯依靠BMI来判断健康风险是不够的 一些BMI不超标 但腰围粗 肚子大的人群同样面临健康风险 腹部型肥胖会增加多种疾病的发生风险 需要及早干预 微胖的双刃剑是度超重的利与弊 尽管意识到自己需要减重 张伯仍然对微胖更健康的说法心存疑虑 他开始深入研究 试图理解这种说法的来源和真实性 他了解到适当超重的老年人确实在某些方面显示出健康优势 这类老年人的营养状况通常较好 免疫力和抵抗力也相对较强 但面对疾病时 他们往往比身材偏瘦的老年人有更强的耐力来抵御疾病更容易度过急性期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肌肉流失 张伯学到人在中年之后肌肉量会逐渐减少 到老年时期约有30%到40%的流失 严重的肌肉流失可能导致肌少症 影响日常生活 增加跌倒和疾病风险 相比之下 微胖的老人受到的影响会相对小一些 然而张伯也意识到 并非所有形式的胖都是有益的 特别是那些体重快速变化的情况 可能预示着健康问题 他回想起自己退休后三年内迅速增加的体重 不禁感到一丝担忧 迈向健康长寿的五大秘诀 生活方式的重要性 在深入了解体重与健康的关系后 张伯决心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他查阅了大量资料 总结出了以下五个对老年人健康至关重要的建议 一 控制饮食 张伯开始注意饮食量 每餐保持七到八分磅 他发现 这样不仅能避免摄入过量热量 还能让自己感觉更加轻盈 二 均衡营养 他开始尝试每天摄入至少12种不同的食物 每周不少于25种 这包括增加果蔬 鱼肉 全穀物 坚果 以及痘类的摄入 三 坚持运动 张伯选择了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 如散步和打太极 他每天坚持运动 以身体微微出汗为宜 并注意做好热身和放松 四 定期监测 他养成了每月测量体重的习惯 密切关注体重的变化趋势 五 规律作息 张伯调整了作息时间 保证每天有七小时左右的睡眠 并尝试在白天小七半小时 随着这些改变的实施 张伯惊喜的发现 自己的体重开始缓慢 但稳定地下降 精力也比以前更充沛了 张伯的故事告诉我们 对于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 健康的体重不仅仅是一个数字 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 适度的微胖可能带来一些好处 但更重要的是保持体重的稳定和合理范围 通过均衡饮食 适度运动 规律作息等方式 老年人可以更好的控制体重 提高生活质量 延长健康寿命 让我们记住追求健康长寿的道路上 每一个小小的生活习惯 都可能成为关键的一步 面对死亡人类是渺小的 究竟怎样才能长寿呢 实际这和生活习惯 饮食等都有一定关系 如果你身体这三处是软的 恭喜你 你已经加入了长寿大军 一身体柔软度高 长寿属于你 有人对长寿地区做过调查 发现长寿老人大部分都有一个特点 由于当地的生活和经济水平有限制 为了自己的生活 种地维持升级非常多见 很多上了年纪的人 每天都会下地干活 虽然饱经风吹日晒 但他们的身体却非常健康 而且这些老年人身体的柔软度和筋骨 也十分柔软 相对于成事养尊处优的老年人来说 反而不容易出现致命疾病 所以这也成了他们长寿的原因之一 二 脾气柔软 不爱生气 人无论贫穷还是富有 无论开心还是难过 时间都不会为你而停止 有调查显示 长寿者大部分都有一个好的心态 而且脾气都不会很暴躁 所以脾气柔软也是长寿的法门之一 长期脾气暴躁对血管和心脏的损伤都非常大 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此而增加 而且还会加速身体的衰老 所以有一个好脾气是非常重要的 人生就像一场戏为了有缘才相聚 在你生气感觉控制不住自己时 不妨换一个发泄方式 当遇到棘手的事情时 也要注意沉着冷静的应对 三 血管柔软是长寿秘诀 每年咽心血管疾病去世的人不在少数 特别是脑梗和心梗的并发源头 都是心血管疾病 当血栓在血管内形成之后 无论是游走到大脑还是心脏 都会对身体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而血管柔软的人 不仅不容易患上心血管疾病 而且长寿也会因此而出现 血管硬化和长期饮食不健康有关系 比如每天大鱼大肉 蔬菜一口不吃 这就会导致血管内胆固醇的堆积 最终引发了动脉周样硬化 所以饮食荤素搭配很重要 生活百般滋味 人生需要效对 长寿没有什么秘诀 生命也不会特殊眷顾一个人 想要长寿一定要改善自己的生活和饮食习惯 这样才能维持身体健康 而健康才是长寿的根本 有人说生下来活下去 这就是生活连死都不怕 为什么害怕活着呢 大部分人在遇到困难时 都是这样安慰自己的 面对死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 但只要活着生活就充满着无尽的希望 所以为了活着 为了长寿 人们也想尽了办法 长寿是自古以来人们最向往的事情 因为尘世间有太多的留恋 无论是家人还是美食都充实了你的每一天